今天准备在室外种一盆细香葱 同时也和大家分享一下 花盆的底部放些什么东西 既可以省土又有营养 新买来的塑胶花盆 先要确定渗水孔是否已经开好 一般在盆底都会有标记 用螺丝坯把这些小孔一一捅开 盆底首先放一张咖啡氯纸 氯纸可以保证渗水通胀 泥土不流失 也不会堵塞渗水孔 然后再放入一些用开水烫过的松果 松果的上面 我还会放一些已经晒干的枫树叶 最后再填上营养土 这样大的花盆 我至少可以省下三分之一以上的泥土 用清水把盆土浇透 这是去年邻居家西香葱节的种子 我习惯把西香葱种在花盆中间的位置 这样的造型会好看一些 也便于以后松土施肥和浇水 最后盖上一层薄土 种小香葱就是这么简单 西香葱一年四季 均可以种植 春天和秋天播种最好 这些是我去年秋天播的种 经过一个冬天的室外冬眠 如今幼苗已经陆续破土而出 初春时节 小香葱 湛青碧绿 沙氏好看 感谢您的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准处理讨一顿